超級小英雄Susan 大家好 我是麗菲姐姐 我是可恩姐姐 也是到寶貝好品格的時間了 是 爸爸媽媽最喜歡 因為這裡面可以發現 小朋友好多問題在哪裡 真的 不只可以看到自己小朋友的 爸爸媽媽也可以自己反省一下 小時候是不是這樣喔 而且我現在也會觀察我兒子 到底有沒有這些小動作在裡面 可是現在這麼小還可以觀察嗎 現在他們有時候會媽媽要抱抱 他們已經會有一些手勢在裡面 真的嗎 浩蕙老師 大概從六到八個月的時候 很多的複雜情緒會發展出來 所以就會從小動作表現啦 是的 所以今天我們的小朋友 是來自於哪一個幼兒園的小朋友呢 愛妮幼幼兒園 今天我們的兩位來賓呢 第一位是我們的小妖子哥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楚兒姐姐 大家好 是楚兒 歡迎你們來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浩蕙老師囉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要立刻不囉嗦 進去我們的寶貝好品格 Action 母兒和香蕉是一對姐弟 平常兩個人呢都睡在一起 可是每到晚上 就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好 寶貝要睡覺囉 好 寶貝要睡覺囉 好 寶貝要睡覺囉 媽 媽咪晚安 晚安 怎麼了 媽咪 年輕的 好 寶貝快睡 好 寶貝快睡 好 寶貝關燈囉 怎麼了 姐姐陪你睡覺 媽咪 媽咪陪我 媽咪 弟弟好吵喔 快 寶貝快 好 寶貝快 你幹什麼啦 你在這裡 我在這裡 媽咪在這裡 你怕什麼怕啦 你姐姐都睡著了 我不要姐姐睡覺啦 我不要媽咪走開 我不要關燈 我不要你們出去啦 我不要不要不要 我睡覺裡面怎麼會有精神 乖乖睡覺 我沒有要做什麼 幹嘛有精神 不要啦 快 不要 姐姐說這樣 不要 乖乖 不要啦 媽咪 媽咪 是怕黑嗎 我覺得是一種 我怕黑 心裡上面 他不知道到底要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還是會歡歡耶 怕黑 怕黑又想要媽媽 我想說就這樣 就是要媽媽陪 又不想要哥哥 又不想跟姐姐睡 對 所以還蠻複雜的 嗨老師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空間 空間 是 你們有沒有發現呢 有一些人他其實不太敢坐電梯 那叫什麼 優畢恐懼症 對 有些人怕空地 空地 為什麼 這麼大 趨礦症 對 就很害怕很空曠的地方 所以趨高症也算空間嗎 它也是一種空間感 也是一種 那每個人怕高的理由是不同的 不一樣 對 因為我就有趨高症 我連走在天橋 那種四方形的天橋 我都只能走在正中間 然後趕快走 很奇妙 是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最簡單的 從空間來看 是 是 你跟孩子之間的距離 OBOK 喔 孩子對空間的感覺 很重要耶 是媽媽跟他之間的關係來的 喔 所以關係越密切 就越會有安全感 不一定 不一定喔 不是這樣嗎 是的 所以要知道呢 就要看我們今天的測驗題啦 是 好 那我們今天就特地出動兩位來看一下 好嗎 小朋友你們也跟著想一想喔 電視前面的小朋友也跟著想一想 今天呢老師出一個問題 對 等一下兩位姐姐會演出來 你們想想看你們會是哪一種 好不好 老師你還要問你們結果是什麼 然後你就舉手回答就好了 這樣有聽清楚嗎 有 好 好 小朋友 剛剛那個狀況去裡面 那個香蕉跟楚兒是不是就睡覺了呢 對 睡覺以後啊 楚兒就做了一個夢 夢 她夢到呢 夢到什麼呢 夢到兩個 她跟媽媽去散步 在路上 對 我是媽媽 對 小女孩就夢到了 這個 她跟媽媽去路上散步喔 我們在散步的時候呢 然後在散步的時候呢 就在路邊看到了一朵花 哇 所以小女孩就跑去摘花了 哇 跑去摘花以後呢 這個時候媽媽就越走越遠 越走越遠 結果呢小女孩突然發現媽媽不見了 就轉頭要叫媽媽 可是她的腳居然動不了 蛤 這個時候小朋友你們覺得 那個夢裡面的媽媽會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媽媽第一種狀況是什麼 媽媽你在哪兒 她就是越走越遠了你知道嗎 媽媽在哪兒 媽媽在哪兒 媽媽沒有回來 媽媽沒有回來 媽媽走了媽媽 對媽媽就走了 可是媽媽就先走了 小朋友妳覺得她的夢是怎樣 是第一種嗎 想一想喔等一下老師會問你們喔 來 好第二種呢 媽媽就怎樣呢 跟媽媽 媽媽在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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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媽跑回來 媽媽跑回來找她了 不要哭 媽媽扶妳起來 好小朋友是這一種嗎 好 那再來最後一種呢 媽媽 媽媽在哪裡啦 媽媽在這裡啊 來來來 媽媽媽沒有過去抱她 媽媽沒有過去抱她 我抱不了 過來過來 過來 妳可以的妳站起來 過來過來 好可愛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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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可以送了 終於可以送了 小朋友剛剛那是 夢裡面的三種 妳覺得小女孩的夢 如果是妳的話 妳做夢妳會夢到哪一種呢 選第一個 媽媽就走掉不見了的 媽媽走好遠的 請舉手 三個 三個 包括楚兒 還有後面還有 四個 OK 那如果選第二種 妳叫媽媽的時候 媽媽就趕快跑過來 走過來抱抱妳的那個 請舉手 我也是這個 你也是 我也是 OK 那第三種呢 就是妳叫媽媽的時候 媽媽沒有跑過來喔 可是她就在那邊說 來來來來來 選這種的 請舉手 喔 野心有耶 還有老師 老師也是啊 老師也是啊 老師很有安全感啊 好 所以呢 我們要來看 這三種答案是什麼 對不對 你們三種是 你們四位是哪 我是第二種 我是第二個 所以我們三個是二 所以我們三個是二 妳都選二嗎 我是一 好 被我發現了喔 發現什麼 發現什麼 好 我們來看一下解答好不好 第一種呢 就是這個媽媽呢 是馬上就走掉了對不對 對 越走越遠 好 然後她沒有回頭的這種 這種孩子呢 比較容易傾向是 害怕空曠的地方 喔 空曠 越大他們又覺得沒有安全感 她可能在小時候呢 他們的印象當中是 媽媽常常跟自己是 距離比較遠的 很遙遠的 所以他們心裡比較容易覺得孤單 所以長大以後就會 比較害怕一個人 比較害怕空曠的地方 喔 那如果是選第二種的呢 沒有 沒有 心裡的印象呢 通常是比較容易害怕的是 狹小的空間 對 你們看到剛剛第二種的那種是 媽媽她會馬上跑回來 對 然後就在你旁邊一直安慰你對不對 對 通常這種母子關係 這種親子關係 中間是比較沒有距離的 對 所以小孩子有時候會覺得比較窒息 所以如果說孩子在這種狀況下比較 她覺得比較被管得太緊的時候 她就會比較怕密閉的空間 那我有問題 如果是媽媽選擇到第二個 就是其實要給孩子一點距離 不要這麼愛我的孩子對不對 空間 如果是媽媽自己會這樣嗎 對 是啊 當然 好的 離樂樂遠一點 還是妳剛剛選的是 妳是媽媽的角色啊 對 對 她是以媽媽的角色 可是因為她孩子還小嘛 對 那如果大一點 我們還是選擇二的話 就要給... 七歲我們再來考慮 好 好 我們七年後見啊 各位觀眾朋友 OK 那有最後一種 剛剛老師說是這種嘛 對不對 老師也選擇了 老師開心來笑開啦 這種就是 跟媽媽之間其實是比較... 在心理上 我們講的是心理上 跟媽媽之間其實是有一些距離的 是 不會覺得太遠 也不會覺得太近 剛剛好 所以對空間 就不是她恐懼的東西啦 啊 了解 對啊 笑容哥哥覺得準嗎 我覺得蠻準的 可是我有時候 我以為我們要看那個劇本 然後背台詞 我喜歡密閉空間 躲起來 躲起來 這樣子是... 安穩的 因為那是比較習慣的那種 對 我喜歡去廁所啊 或什麼的 可是真的喜歡嗎 好 就在做那件事的時候 對 其他的時候她不喜歡 不喜歡被人控制 對 對 可是真的緊要關頭的時候 還是會回到那個情境去 對不對 是 所以就是我們發現 我們從小對待孩子的習慣 其實長大以後 還是會跟在她的性格裡頭 沒有唱 所以要多多注意喔 對 對 好 今天謝謝我們的哈利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然後繼續下一個單元囉